为什么至今为止,没有一个元朝的皇帝陵墓被发现,他们去了哪里,古代崇尚后葬之风,古代的墓葬之中陪葬有大量金银财宝,也诞生了盗墓贼这一行当,那么古代权贵是如何对自己的墓葬进行防盗的呢?谁又是防盗措施当中的翘楚呢?欢迎订阅纵观千秋,与我们一起追寻历史的足解。 中华上下五千年,五千年留下了太多的金银珠玉,也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防盗手段,最早的放盗手段就是深埋,河南二里头的大型墓葬群就深达六米,到了商周时代。 墓葬深度都在十米左右了,河南安阳小屯村五号墓,墓主人是商王五丁的王后富豪,墓葬中七千多件文物,完好无损,就是因为不埋葬在商朝王室墓地,且往地下深挖八米,才最终躲过了周朝官方的盗掘,要说三代埋得最深的墓地,那还得是陕西凤翔的秦景宫大墓,深度居然达到了二十五米。 虽然秦景宫大墓埋得这么深,但还是不能幸免遇难,考古工作人员发掘时总共发现了二百四十七个盗洞,是我国发掘古墓之中盗洞最多的一个,盗洞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了唐宋时期。 所以,从东周开始,这些王公贵族就开始想想其他办法来保全自己死后富贵了,东周五百年死了二十五个天子,虽然周王室衰落,但这些墓葬之中依旧陪葬了大量的金银财宝,全套的边中边庆,殷庆都在墓葬里面,更何况还有大量精美的错金银器具等, 只不过那时的防盗措施一般是用弓弩,这些弩箭提前定好了角度,对准墓门,墓盗和墓室,一旦盗墓贼碰到半锁弓箭就会发动,唐朝时有一伙盗墓贼去有扬盗墓,墓门打开时,箭出如雨。 射杀树人,这些案件在最开始有很大杀伤力的,时间一长木头就遭袖了,所以除了有木质的还有金属材质的,涂上油脂能够长久保持杀伤力,后来弓弩就变成了墓葬中的标配,开始与其他设施相互配合,击杀盗墓贼。 所以,接下来介绍的是翻板墓,从东汉开始,人们开始大量的使用砖块建墓,这些砖墓先向地下挖树坑,挖到一定深度之后再横向掏洞,用砖砌起起来,形成墓壁,墓顶和地平,构成一个可以安放棺果和陪葬品的密闭空间,这种墓室虽然稳固,不亦他方。 但是很容易被盗墓贼发现,洛阳铲下去,要是带上来砖线,那就知道下面必定有一座大墓,毕竟当时老百姓的墓是弃不起砖的,那些王公贵族自然也是知道这一点的,所以为了防盗发明了翻板,就是在墓室地平上向下挖四到五米的深坑,大小一次能吃掉两个成年男子,表面覆盖数块木板。 木板中间有成轴,下面挂着相同重量的东西,像一个天平一样,木板上有与地平材质相同的掩饰,若是盗墓贼踏上木板打破平衡,就会掉下去,落入下面的刀山之上,与之类似的还有铁锁吊石,主要是在木道顶和墙壁里固定金属滑轮,利用滑轮将巨石吊起,悬于顶端,巨石可在木道顶悬挂多层,各层互不干扰, 而木室底部则铺木质敲板,通过锁链滑轮连接巨石,中间有挂钩和脱钩相接,与外力压迫会自动脱落,若是有盗墓贼踏中敲板,外力迫使紧绷的锁链某处挂钩脱落。 玄空的巨石迅速落下,将盗墓贼派成肉泥,因为敲板实质上是一个天平,失去外力作用后,很快就能恢复平衡,继续等待下一伙盗墓贼,直到数层巨石全部落完才停止,山东青州有一个墓葬里,就有这种带轴的翻板,板下有坑,坑中尖刀利刃遍布。 当时坑中有大量积水,带到把水抽干,才发现里面有两具尸体,一仰一幅倒在刀山之上,身边还有绳子铁锹等工具,但这个墓还是被盗了,因为在后面的一个翻板坑里发现了梯子,这是盗墓贼想出来的破解之法。 进入墓道之后,踩着长梯前进,一旦遇上翻板,利用长梯与坑壁形成夹角,人抓着梯子就不会完全跌入坑底刀山,还能顺着梯子爬出去。 所以,翻板这种东汉产物在后期防御能力下降,不能再保护墓主尸体财产安全了。 那接下来来到三国时期的浮水墓,浮水墓有两种,一种是将墓建在河流的落差边上,让河水从四面八方将墓室围住,墓顶在河床下面,若是从河床往下打到洞,河水就会把盗墓贼带进墓室里淹死,墓室也被水淹没,算是鱼死网破,而另外一边则是瀑布,千斤水流往下砸,盗墓贼也是不好操作的。 这就是墓室最薄弱的两边,剩下的不是坚硬的山体岩石,就是河流下方的暗河,算是一种很安全的墓葬,建造和盗掘都必须拦截上方河水。 这种大工程虽然面对大规模军队明目张胆地挖没办法,但是面对小伙的盗墓贼还是十分有用的。 另外一种是伏在河床下面,蒲松林在《聊斋之意》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, 曹操死后设七十二一种,防止自己死后不得安生,但真正的曹操墓在张河河底,在曹操死后一百多年后。 有渔夫在张河潜水,被利刃割成两半,后来又有一个人在这里以同样的方式死去, 这件事引发当地太守的重视,太守命人在上游拦截河水,水位下去之后,就看到河底有长刀利刃固定在圆盘上,随水流转动, 借着河水掩护,将靠近的人统统杀死,真可谓毒也。 蒲松林也只是道听途说,但这也是浮水墓的一种典型营造方式。 后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,能够调动更多力量,就开始凿山围灵,在天然的山体上凿出木道。 木室,因为整个木都包在山体里,所以十分稳固,最薄弱的地方就是木口, 所以很多灵木还会在木道里塞满条石,这些条石一块就重达几吨,甚至数十吨, 就算是借助现代机械都很费力,就更不要说古代了,就这样还是不保险, 木道是向下倾斜的,气好条石后往缝隙里浇灌铁水, 让铁水把这些石头焊死,就更不容易进去木室了。 但上有正侧,下有对侧,唐代十八座地灵。 衣衫为灵的有十四座,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外曾被盗绝, 但主木室保存完好,完全没有受到破坏的只有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, 其实乾陵有史,可查的盗墓就有十七次之多, 还有三次出动军队大规模挖掘都没能挖开, 第一次就是皇朝派遣四十万大军挖掘乾陵, 几天时间就铲平了梁山,留下一条深达四十米的皇朝沟, 但就这样了,连条砖石都没发现,第二次是唐木杀手温道, 十八座地灵十七座都是他到的, 他三次光顾乾陵都没挖开他, 第一次踩点确定好开挖地方之后, 打上标记准备找个皇道即日开挖, 结果做好的标记不见了, 找记号的时候天下起了暴雨, 随时会爆发山洪,逼得他放弃, 第二次他派大军来, 这次找到地方直接开始挖, 结果风和日丽的田突然刮起了狂风, 居然把好多士兵卷到天上去了, 他们就等风停了再挖, 但他们停风就停, 他们不停风就不停, 于是再次放弃, 第三次又是突然狂风咒雨, 还伴随着无数女子的哭声, 最后乾陵也没被挖开, 看来李淳风和袁天刚选对了地方, 两人分别寻找木质, 袁天刚选好之后, 在那里埋了个铜钱, 之后李淳风再出发, 选好地方后把发簪插在了土中, 李淳风的发簪就插在了袁天刚的那枚铜钱方孔之中, 中国历史上两位最顶级的风水师看的地方能不好吗? 看来帝王将相的墓室如此坚固, 老百姓没有那么多财力物力, 于是就有了用三河土浇筑墓室的做法, 墓室被一层又一层的石灰糯米浆, 三河土紧紧包裹着, 增强了墓室的密闭性的防盗性能, 原莫名出张世成母亲的墓, 从里到外用三河土, 泥沙浆, 碎室浇筑住了十多层, 盗墓贼最终穿到第七层时放弃了, 看了这些物理防御, 我们再来看看化学攻击毒气墓, 毒气墓也分两种一种, 就是尸毒墓, 尸毒即腐尸菌种病毒, 染上尸毒, 皮肤溃烂但无痛感, 即使弯下腐肉也不会感觉疼痛, 一时又死不了, 精神受不了的就会变傻, 变疯, 闽东有一个盗墓贼, 见到女士保存极好, 就像还活着一样, 于是就带回家坚肃, 结果她浑身水中, 溃烂, 七天之后就死了, 金朝末年, 宋太祖的永昌陵被盗, 盗墓贼看到赵匡印尸身卫腐, 在取下束身腰带时, 因为尸体笨重, 所以就用绳子一头套在尸体肩膀, 一头套在自己颈上, 不料尸体吐出腐液, 碰到了她的脸上, 这就是古人给盗墓贼的最后一招, 在死前服下剧毒药物, 当然这样的药物也有很好的防腐作用, 故意将内脏腐烂成毒液, 之后用珠宝封堵尸体撬血, 盗墓者搬运时尸体受到挤压, 液体喷射而出, 那就倒霉了, 就算是盗墓贼运气好, 尸体腐烂了之后再去到的骨头, 光果, 墓室都是有毒的, 整个墓室就是一个大型毒气室, 来了就别走了, 第二种就是水银墓, 《史记》里记载, 秦始皇陵里就有大量的水银,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, 吉祥灌输, 经过现代测验, 始皇陵周边的拱含量确实超标, 水银挥发出有毒气体, 这么大量的水银, 在密闭空间里足以让盗墓贼有来无回, 从周朝开始, 王公贵族就喜欢用童男童女陪葬, 最开始是让这些孩子服下水银, 后来发现谁又能必须走经脉, 才能保证尸身不服, 所以后来改成了灌柱, 一是因为誓死如生, 死后也要有人服侍, 二是让这些尸体产生尸毒, 对付盗墓贼, 这些人在活着的时候被迷晕, 然后切开头部, 从里面灌住水银, 手段异常残忍, 刚刚介绍的这些防盗方式, 多多少少都不太保险, 会不会被盗还是很看运气, 那么中国历史上, 有没有非常保险的防盗措施呢? 还真有, 这类型的墓从未被盗过, 被称之为盗墓贼杀手, 外围发现八十多具各朝各代的盗墓贼尸体, 河南上菜有座春秋时代的古墓, 2005年被发现时, 古墓上上下下17个盗洞, 从遗留下来的物件来看, 盗墓贼从刚下葬到前不久就没停过, 不过他们都失败了, 最后考古工作者打开墓室, 里面的陪葬品一件不少, 2008年重庆于北发现的八国盐坑数学大墓出土很多八鱼手剑的玉器、漆器, 全都保存完好, 是什么样的防盗措施创下了如此的防盗奇迹呢? 构造上与其他的墓也没什么不同, 唯一特别的就是回填不是用土, 而是用不含任何杂质的细沙。 17米深的墓室, 上面回填了11米的细沙, 沙子结构松散, 从上面挖到洞的话, 你挖一点沙子就回填一点, 你白挖, 你要是从侧面挖, 那更好了, 沙子里面有上千块棱角锋利的巨石在等着你, 挖到填沙层沙子带动石头砸过来, 沙埋石砸那是一点活路也不给你, 你可能要问了, 我要是从侧面打洞, 让那些沙子全部流出去, 到时候不就安全了吗? 古人自然也会想到这一点, 且不说墓室四面八方离地面都远, 只有墓顶离地面近, 就算你真的找到有一个击沙墓他的侧面在悬崖边上, 沙子也不会流出去太多, 因为回填的材质是有顺序的, 分层的, 例如西周印国墓地, 11层之中每相邻的两层中间都有半米的填土, 填土会阻挡大部分流沙流出, 而且等到沙子开始流动, 里面那些千斤巨石也会跟着移动, 千斤巨石有多大, 你能挖出的稻洞有多大, 为什么填的石头大小不一? 就是因为作用不一样, 不管大的小的石头都可以砸死盗墓贼, 而小的石头则可以在大石头堵住稻洞前, 把盗墓贼砸死, 除了击沙墓之外还有一种, 就是万马踏平的元朝皇陵, 历朝历代的皇陵, 不管有没有被盗, 你好歹知道他的陵墓在哪里, 元朝皇陵就不一样了, 至今为止, 考古学家连一座元朝皇陵都没发现, 万马踏平其实是蒙古族传统的丧葬风俗, 这种墓葬风俗完全没有任何痕迹, 外人根本察觉不了, 所以防盗效果最好, 明朝专门研究元朝帝王丧葬风俗的叶子齐, 在他的著作《草墓子》中写到元朝皇帝死后, 用罗木两片凿空其中, 为人形大小和围观置遗体其中, 加修七, 必以黄金为圈, 三圈定, 然后绝身勾一道埋葬, 填土之后, 万马奔腾踏平那一片土地, 用帐篷把这块地围起来, 上千人骑兵守护在那里, 杀死一只小骆驼, 等到第二年野草春风吹幼声的时候, 撤走所有人和帐篷, 等到后面要祭祀的时候就带着母骆驼来, 母骆驼哀嚎不止的地方就是先王灵寝, 要是元朝灭亡了, 没人继续杀骆驼, 就再也找不到灵寝的位置了,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能找到一座元代帝王陵, 从刚开始的深埋到弓弩, 帆板, 符水, 尸毒都没能完全保证墓葬不被盗绝, 只有击沙墓和万马踏平做到了完全防盗, 且击沙墓的墓主也不安宁, 虽不被盗弹也时不时受到骚扰, 不管怎么说, 人死如灯灭, 没必要如此放不下荣华富贵, 但凡节俭一些也不会连死都不得安宁, 所以国家现在大力推行火葬, 算是在本朝给盗墓这一千年行当画上句号吧。